有一天 靜香 她出車禍 她的脊椎整個大歪掉 然後就跟小叮噹說 小叮噹小叮噹 拜託妳救救我的脊椎歪掉 然後小叮噹就說 不要啦 我這樣子拿出來 妳會走來一起啊 小叮噹 她就這樣 嗨 我是林丹 好美 我們家起來是 扯包蛋 我們今天要來說笑話了 哆啦A夢裡面 哪一個人 都拍電影 都不用捲接 是遺境 是遺境 為什麼 遺境到底 小叮噹化妝之後 就不動了 妳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她很美 美金 那她化濃妝之後 每個人都不動了 為什麼 因為 太濃了啦 小叮噹哪一個角色裡面 長大後會當醫生 我知道 小叮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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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人需要幫助的話 要叫誰 是不是找小叮噹 為什麼 因為她會 請問小叮噹 為什麼到每個國家都可以 當領導人 為什麼到每個國家都可以 因為她手很遠 因為她是元首 有一天 靜香 她出車禍 她的脊椎整個大歪掉 然後就跟小叮噹說 小叮噹 小叮噹 拜託妳救救我的脊椎歪掉 然後小叮噹就說 不要啦 我這樣子拿出來 妳會做好意思啊 小叮噹 她就這樣 小叮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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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小夫啊 因為她後來幫她 當醫生之後 她一直沒有辦法省錢 再往事長當院長 然後就去找小叮噹說 怎麼辦怎麼辦 妳可不可以救救我啊 小叮噹說不要 我拿出來這個很害羞欸 小叮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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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一頭 有一次我去泰國 然後泰國有一條街都是猛男街 就每個人都說 喔身材撞樹啊 然後露胸肌啊 露腹肌啊 然後他就說 小姐小姐漂亮漂亮 過來過來 給我一萬塊什麼都給你 然後我就給他之後 他就爽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就我跟他要了五萬塊 我給他一萬塊 叫他給我五萬塊 好用什麼都給你 他不爽 哈哈哈哈哈哈 孤笑憋沒尾 為什麼 為什麼憋不笑的去? 為什麼 憋沒有尾巴 憋憋笑 憋臉傷 哈哈哈哈哈哈 有一天 小狂人在看電視 就被媽媽臭打一頓 臭打?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為什麼? 因為他在看成龍的電影 人會看成人的電影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我們今天這個笑話 還OK嗎? 解釋 我問大家覺得歐不OK 大家覺得平均笑嗎? 如果大家覺得OK的話 自由心鎮 自由心鎮 記得分享影片 記得分享影片 然後IG記得按讚 在這邊 和美的IG 在這邊 鈴鐺的IG 這邊 很想看我們拍什麼影片 請在下方留言 好 好